我可怜的女儿啊 我可怜的女儿啊 学医长孩子真是可怜 男朋友考上大学 学会为江春艳谁都一起 他没套吗 那五百块钱 逼他嫁给一个无业的角色 难怪他要上票的 假事了 他这儿还活着吗 男朋友 好妈 嫁给了瘸子 生病 这是哪儿啊 我不是死了吗 国小先生您好 我是龙城新闻的记者江雪莹 恭喜您成为龙城首富 您一直为婚有没有孩子 请问您奋斗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看 我可不接受采访 你说一下吧 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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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一下吧 小心 1983 现在是1983 传越了 1983 现在是1983 姐 你怎么这么糊涂 文远爱的是我 你都和别人结婚了 还为他寻死 不是存心任务和文远为难吗 寻死秘魂了给谁看呢 也不撒泡 你要照照自己 林文远 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 只有你妹妹才配得上她 像你们这种 很幸福 我那老爹 女主江雪莹还真一手 但既然我拿了 社区就得重开 这丫头怎么感觉不一样呢 姐 你要是还生气的话 你就打我一下 好了 疯了 你干打你妹妹 这我连死都不怕 还有什么好怕的 再干什么 信不信把这里给点了 你要干什么 从今以后 我江雪莹不好过 大家谁也别想好过 你不想跟我结婚 可以直说 没必要自杀 这 我们求婚吧 是长脸 我是年轻时候的货销呢 难道 难道我要嫁的瘸子 就是未来首付货销 难道我要嫁的瘸子 就是未来首付货销 谁说我不想嫁给你的 这种好轻视 打灯笼都难找 我呀 假定你了 你说什么 怎么了 你不想娶我了 不是 我 那这不就行了吗 姐 我看你真是饿了 连这种瘸子你都吃得下 你连我不要的垃圾都吃得下 霍销晒良正 你凭什么说文远是垃圾 他可是大学生 我看你 就是吃不到葡萄 收不到酸 就是 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 霍销以后会比所有人站得高看得远 你呢 就抱着那个垃圾过一辈子吧 抱好了 千万别放手 你 走吧 咱们回家 哇 这就是守护霍销发家的地方 我家里真的很穷 如果你现在后悔 来得及 穷怕什么呀 现在改革开放遍地都是机会 我相信 只要我们肯努力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走 坏女人 家不欢迎你 滚 坏女人 家不欢迎你 滚 啊 我想 好man啊 霍销 干什么 想选音道歉 我才不要 你 霍销 我可不接受她的 博士集团脾气古怪的天才熟悉技术官 没想到小时候脾气就这么暴躁 霍销 也怪不得你弟弟生气 你将家里五百块钱家底 都偷给了江家 这女人 拿了钱又不肯嫁 还闹上吊 村里啊 都传遍了 二婶 那五百块是我给江家的彩礼 现在雪茵已经下过来 以后不要再说了 刚从狠心货马手里探望出来 又来一个恶毒审娘 我这把开机也太累了 霍销 这位老奶奶是谁啊 什么 老奶奶 这是我婶子 我在部队的时候 都困了她帮我照顾家里 那这么说的话 就是一个外人了 一个外人 还管这么多 你说什么 老公 你身上都湿透了 既然婶子这么喜欢 都管闲事的话 就不如烧点热水送到房间里来吧 辛苦你了 小贱人 刚进门就敢使唤我 给我等着 你这衣服都湿透了 来 我帮你脱下来 我自己来 你腿不方便 还是我来 首富年轻时不光帅 身材还这么有料 这身体的重 胸肌好大 不知道腹肌有几块啊 等一下 换衣服 不用了 我自己来 我来吧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 八块腹肌 这混结的也太扯了吧 你不用扯 我知道你不想嫁给 不然 也不会伤掉 那是因为我之前还不了解你 你的腿是怎么伤的呀 为了救战友 出了点意外 我记得 首富腿脚利落的恨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你不是残废 相信我 你只要好好治疗 腿一定能好起来的 可是我这么穷 还带了个弟弟 就算我的腿治好也赔不上 不过你别担心 我会对你 谁说你配不上我的 我看 这块配得上 这块也配得上 这腿脚好了 那个 我腿不方便 你帮我端起来 我衣服可以自己换 算了 来日方长 或消除 迟早 我记得 霍销发家第一桶级 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 距离现在还有五年 不过现在我来了 必须把笑脸挖起来 不就回个门嘛 还带这么多礼物 家里啊 都穷得接不开锅了 要我看 江家呀 要是还当你们是女儿女婿 多少也给点嫁妆 我的帮手来了 二婶 您说的对了 我们都听您的 什么听我的 我们回家 要彩礼呀 这礼物 不要了 你放开我 哎呀 我不去 哎呀 我不去 走吧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空着手回门 还想要嫁妆 没门 算了 走吧 我也不想要嫁妆呀 可是 二婶 她不同意呀 嗯 我夫家的长辈说了 咱们家嫁女儿 不给嫁妆 以后妹妹生孩子 没屁眼 什么 咱们家嫁女儿 不给嫁妆 以后妹妹生孩子 没屁眼 什么 我 你这我女儿 哎呦 谁弄你女儿了 你干嘛呀 拦住她们 他们打架 你跟大男人去干嘛 去吧 哎呀 二婶你别吓我妈呀 你敢吓我 这你没人 哎呀妈 你别吓我二婶呀 别打了 哎呀 好可怕啊 真是一出好戏 元盈 等等 你干嘛 之前可是我的 别想抢回去 我跟之前可不一样了 如果你 这是我偷偷宰下来的 你别嫌赏 跟我想好好过 没想到江雪盈的爸爸 也不是一目十出 至少他心里还气坏着这个人 江大和 你从哪儿去了 迟来的身情比草都紧 现在倒想起来 自己是个夫妻 早干嘛去 雪盈 要不然 把这个钱还回去 虽然我们穷 但是我们年轻啊 我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确实需要努力 我呢 也需要过好日子 这钱啊 是我应得的 走 拿来吧你 拿来吧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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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实习记者被抢话筒 那是家常便饭 我早就列出来 没有地球人能从我江记者手里 抢走东西 这钱 是我要回来的 至少得分我一半 这可是我爸妈给我结婚的彩礼钱 你是没结婚还是没爸妈呀 抢别人的彩礼钱 我看你是叫花子发狂 穷疯了吧 大家快来看呐 快点来呀 霍销 你天马死得早啊 我一把食一把尿的 把你们兄弟拉扯的 霍销十六岁就去当兵 吃国家的喝国家的 霍俊 你还有脸提霍俊呢 他被你养得又瘦又小 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小好几岁 你能一把食一把尿 吃自己肚子里面去了吧 哎呀大家看呐 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小家白脚皮子别利索 说得对 霍销 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 他人斗着 娶了媳妇忘了娘 霍销这块石头 三棍子点不出个闷屁 我非得把它给按住了 二审 我爸妈留下了一尘 一共是一百零九块 你全拿走了 当时我入伍后 每个月寄回来三十块 一共是两千一百一十五块钱 就算霍俊一个月花掉二十块钱 还剩下一千零五十五块钱 花水 你要给我算账的话 是要把剩下的一千零五十五块 都还给我吗 一个孩子每个月吃了 都要不了两块钱 真是黑心婆子 没人家兄弟俩那么多钱 天打雷批 好帅啊 世系列的感情我get 不愧是未来首富 嘴上不说 心里没比赵算得一清二楚的 小军 我们回来了 饿了吧 嫂子这就去给你做饭 这有钱 长得一副药一样 怎么可能会做饭 还不是要来求我 这一会儿 非让我们给你下跪求饶 饿死你 霍霄啊 你二婶我为你们兄弟啊 做饭这么多年 现在新媳妇娶进门了 往后啊 你们自己动手烧饭 就别再来我家蹭饭了 您那饭做的 村口的狗看了都摇头 我们可不稀罕吃 不做饭了是吧 那把霍霄这个月给你的伙食费 交帅 呸 想从我口袋里掏钱 做你的牛头马面鬼梦去吧 你想耍赖是吧 就耍无赖了 我看你们三个 是来求我 饿死 算了 我来做饭吧 霍霄 你记住 你我夫妻 你负责往前冲 我就负责稳固后方 我江雪莹 绝对不会给你个后顾之忧的 我去做饭 你和小俊呢 就等着吃和快乐吧 哼 居然想拿一口吃的吗 我一个现代社会单身女性 上德战场下一个厨房 我在网上看过的食谱 比二婶吃过的菜 真香啊 这土造烧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这年头猪肉不住水 不加抗生素 这土土的绿色食品 这一个月的肉 让你一顿全烧了 你这败家娘们 你就等着被你家男人揍死 霍霄 快过来 看看您取了个什么玩意儿 二婶 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 别这么说雪莹 这么多肉 她一顿全烧了 她呀 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你呀 得上点心 她是这个家的女主 家里的东西 她想怎么支配 就怎么支配 来 老公 你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 多吃点肉 有力气干活 来 小军 你也多吃点 大口吃肉 大口吃饭 才能长高高 余生火 肉生谈 吃吃吃 等你吃吃病 吃肉可真香啊 不好意思啊 二婶 我只做了我们 一家三口的饭 没你的份 余生火 肉生谈 你年龄这么大了 身体肯定不好啊 为了你的身体 着想回家吃 切菜豆腐去吧 我们一顿吃这么多肉 会不会以后 就真的没肉出了 书里说 人无远虑 必有尽幼 是你的吧 小孩子家家的 整天跟老头子一样 别听二婶 她是故意 在挑拨我们家的关系 你要相信哥哥 更能相信雪莹姐姐 她做事心里有数 这些个没良心的东西 妈 饭呢 我要吃饭 饭饭饭 就知道吃 饭死你 这些个没良心的东西 妈 饭呢 我要吃饭 饭饭饭 就知道吃 饭死你 我不吃饭桃 不吃肉 我都闻到这会儿 你还想吃肉 隔壁的瘸子 去了个小妖精 现在都不认我们 这么亲戚了 每个月的饭钱 都不给我们了 说不定哪天 就将我娘俩 赶出这屋子 小妖精 那一定长得好看 等一下 我可以自己来 哎呀 我来 这水里面啊 加了中药 能促进血液循环 回头呢 我再找个真酒师傅 肯定把你推个招 这可是感情投资 既然嫁给了未来首富 那我一定趁现在 把她的心牢牢抓在手里 何况这未来首富 还长得这么帅 血液 我一无所有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 我知道你未来 会有很多很多 我是忘夫命 你娶了我 以后肯定会报复的 以后 无论我有什么 都是你的 真的 真的吗 那我好期待啊 哇 你脸为什么那么红啊 是不是他挠你脚底板了 小军 以后 进哥哥嫂子房间 挤得敲门 记住没 不好意思啊 我没想到这么晚了 我们家院子外面有人 你是 没事没事 嫂子的手都是香的 你笑眼毛就行了 哪来的臭 敢扔你 给你听叫去 香吗 这是我老公的洗脚水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我下次整盆都留给你 让你喝个够 啊 洗脚水 哎 嫂子 你这可得补偿我一下 你让我清一下 好帅 过去 是啊 我娘是你二婶 你敢打我 我娘找不了你 原来是二婶的儿子 你早说 刚才那盆水 应该直接倒在你脸上 霍元宝 你再敢对雪莹不敬 也怪我不客气 哎 你那帮我怎么样 你个死瘸子 来来来 别说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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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啊 我 小瘸是吧 我成全你 江雪莹的人 是个男人 任自己手 生气了 霍元宝那个混蛋 就活该被打死 干嘛拦着我 打他那种人 脏了你的手 雪莹 明天我去城里医院 找医生 治好我的腿 真的吗 你终于可以 好好治你的腿了 不能再因为我的腿 让你们受委屈了 又停电了 水莹 你怎么了 停电了 我找蜡烛 摔了一跤 快起来 蜡烛点好了 早点休想 咋了 这个蜡烛 一闪一闪的 像鬼片 我害怕 我要你陪我 鬼片 什么是鬼片 对了 这时候还没有鬼片 大家看电影都很少 就是 就是聊着鬼故事 好 那我陪你 睡着了 我再走 怎么不睡啊 我现在睡不着 要不 你给我讲个鬼故事吧 你不是说 害怕鬼故事 有你在 我就不害怕了呀 反正现在也睡不着 你给我讲一个吧 从前 哎呦 好可怕 好可怕 我还没有开始讲呢 鬼故事 已经起来了嘛 反正 太怕了 我今晚一个人 肯定睡不着了 好好好 原来这就是被人守护的 幸福感觉 雪阳 你这是唱的什么歌 真好听 没有听过 没听过就对了 过两年就流行了 啊 霍香 江雪阳 两个天杀他 杀人犯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被这对毒妇打成了残废 我们以后还怎么活呀 霍香 事情原偶都已经知道了 就算元宝调性家媳妇 你也不能把他打成残废 这是违法的 不可能 我们没有下重手 他不可能残废 他这就是碰死 我呸 我儿子都站不起来了 大小便都管不住 拉了一炕 你们别想抵赖 把人打成这样 霍香也太狠 哎呦 大家都来评评理呀 我儿子被这对父亲 打成了残废 我要他们赔钱 我没钱有什么用 我的残废 又在村里 还有你一个闺女 肯嫁给我 霍香 你还得陪我个媳妇 你都残废了 还想起 我就要 我要你老婆当我媳妇 你不能伺候我 那你这辈子 可就活不长了 小贱人 你敢诅咒我儿子 这残废 我能追 对 腿啊 霍香能治 霍香 你真能治好元宝 这个呢 是刚烧好的一壶中药 特别灵念 就是有点烫 但是这个药啊 越烫越好 元宝 与其残废 不如烫一下 对吧 反正你这头腿 现在也没知觉了 不怕疼的 好疼 你看 是不是 好了 元宝天娘 你啊这是骗人了 就算我们骗人 他们也不能用热水 烫我儿子的腿啊 这是凉水 你这个不争气的 你是想气死我 二审 这些年 我每个月都把津贴寄给你 你花了多少在我弟弟身上 你清楚 我也清楚 我帮你养弟弟这么多年 钱我不要 但是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爸妈留给我们兄弟俩 当时 你说你要暂住 这几年我可没有收过你房租 现在我结婚了 你可以搬出去 那怎么行 我们家房子又小又破 你让我们搬回去 我们怎么住 你们两个有手有脚的 修也好 重建也好 怎么着都行 不过这样也好 你们两个有点事做 别整天有手好闲的 琢磨一些坏心思 滚 这 这是梅怀 你等着 小瘸子 你哥取了个破鞋 你就是小破鞋 跪下来叫大铁 不然我就告诉其他人 他才不是什么破鞋 不许你说的 不可能 袁宝哥说了 你嫂子后腰有克制 你哥一辈子都是瘸子 他哭哭啼啼 夹进门后 还贴贴勾的袁宝哥呢 哎呀 你们正还愣着干嘛 快上啊 是是是 打他 走 哭哭哭 哪来的小孩子 快走 走 走 霍元宝怎么会知道 这座民在这个年代 是要成堂的吧 我小指的 你会不会相信啊 会不会把我扫地出门啊 肯定是江春艳这个死人 走 回家 你跟人打架了 你怎么 你都不问他为什么跟人打架 霍元宝那个混蛋 穿坐了村里的好几个孩子 在霍军面前说我 霍军是忍无可忍了才和他们打架 说你 说你什么 说我是破鞋 但是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我去找他们 你别去 这件事情 说到底还是孩子打架 你现在又没有证据 找过去 二婶又不知道怎么编排你 我不能委屈了你们两个 我不怕他们 只要你们相信我就行 我深正不怕影子邪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咱们回家吧 走 呀 沈子大爷 玩着呢 新鲜的曲子可甜了 谢谢谢谢 来尝尝 尝尝来 尝尝尝尝 尝尝尝 怎么了 跟你们说个八卦 是他们的 是吧 这样啊 跟我玩造黄摇着的 我见过的网报 比你们看过的报纸都多 你们笑什么 又来河边洗衣服了 当然了 哪天不得洗衣服 天天都在见一面 好爱哦 你看来河边 你抽什么疯啊 多怪你 天天跑这里洗衣服 四天村里都在说 我是你跟河里大王八生的 嘿你个没脑子的 你自己是人是王八 你不知道啊 听说袁宝 伤害也是 下了水就变王八 呦 那他天天不洗澡 难怪臭得跟毛坑一样 你们说谁呢 谁是王八 有个臭死你们 你敢击我吧 别生病了 你今天敢动手打人 我把你打 你敢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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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抓住是谁造的药 老子非要帮了他的屁不可 王八经现行了 王八经 大王八经 小狗狗狗狗 你们 大王八经 大王八经 嫂子给你撑药 谢谢你 我相信你嫂子 你叫我什么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嫂子 快快点 快点快点 虽然很解气 但是 在背后说人总归不好 下次遇到我去 跟我说 我护着你 好的 都听你的老公 就是他 你自己是个破虾 还不自己跳河 还葬你二神和元宝的腰 小贱人 你也不清白 那倒不是事实吗 你本来就跟元宝有一腿吧 不然 元宝怎么知道 你后腰有颗痣 你敢不敢露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证明一下呗 我笑 你也是个糊涂蛋 绿帽盖顶的滋味 不好受吧 元宝 你敢造谣 就不敢站过来对峙吗 你过去掉脚了 我就是把你老婆摔了又怎样 今天说清楚 你口口声声说他后腰有颗痣 左腰还是右腰啊 你可想清楚 但凡说错了 你就打断你的腿 这江春月也没告诉我 这个天上的精神 我没有 我没有睡觉齐磅 我是吹牛的 我是江春月告诉我的 别打我 费霍霄 家和万事兴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以后都给我记住了 谁再胡说八道 我霍霄的拳头 可不认人 你们是眼瞎了吗 我会在我男人和这个无赖之间 选这个无赖 今天我告诉你 我江雪盈 是自愿嫁给霍霄的 无论她的腿瘸不瘸 我都不会离开 你们趁早 死了正开热闹的心 霍霄媳妇 这一生是误会 大家都别放在心上 大家都散了吧 回家吧 谢谢你保护 老公 这鸡肉这鲜甜 好帅啊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我怕肌肉弄身上 衣服脏了我给你洗 破了我给你缝 你知道一个男人 在外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什么 守住难得 难得 就是你的身体 只能给我一个人看 我以后还是脱了衣服修车吧 好好好 听你的 守难得 就破了那么点口子 缝上就行 怎么了 对了 这是今天修拖拉机的钱 村长给的维修费 二十块钱 修个破拖拉机就能赚二十啊 今天的拖拉机可不好修 要是有的人修不好就报废了 报废了再买 可不止二十块 我脸上有机油吗 没有 但是我老公真帅 不愧是我老公 你之前 宁愿上吊也不愿嫁给我 你这突然嫁给我 我怕时间久了 你会后悔 我不会 我一直想问 你对我是真心的吗 如果你后悔 我还可以放你走 来不及了 我将雪莹这辈子 认定你了 这辈子 我或小只爱你将雪莹一个人 真奔配 再快进点 好 准备 一 二 三 过来 找找全家福 好准备 三 二 一 笑 终于结婚了 是的 老婆 老婆 哥 这可是大街上 今天高兴 咱们去下馆子 好 算了吧 馆子一顿的钱 够咱们回去吃三次 小孩子家家的 怎么说话跟老头子一样 今天嫂子高兴 咱们就下馆子 走 那个人在干嘛 人贩子 人贩子 快报警 恩人 等等啊恩人 这不是传奇伤人王庆 恩人 等等啊恩人 这不是传奇伤人王庆吗 王总 请问您为什么捐出所有的家产 做慈善呢 我儿子 很小的时候 就被人贩子拐走 一直没有找到 我太太因为身心过度 也走了 我孤零零一辈子 要钱 有什么用 我这辈子 最大的幸运 就是能在河眼前 找到我的儿子 原来我阴差阳错 救下了王庆儿子 太好了 这辈子他们一家人 肯定会过得很幸福 你救回了我儿子的命 是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 请问恩人 叫什么名字 住哪里啊 我们今儿来的仓促 改天 一定登门拜谢 第一桶金就这么来了 不用 我呢 是退伍军人 不需要 老公 咱们可以留个地址 以后 大家可以当朋友的嘛 对吧 对对对 留个地址 不用 我不是识人土豹的人 哥说的对 咱们走 我的第一桶金就这么飞了 相信我 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 对啊 我都嫁了金山 还惦记什么第一桶金啊 我相信你老公 走 未来首富是我的了 老公 咱俩 你睡觉吧 你去哪儿啊 我去睡觉啊 我们可是领了结婚证的 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主意 你居然要去跟霍俊睡在一起 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再等等 不行 一场梦多 好东西吃下去才说 老公 你心跳好快呀 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 你 你 咱们抱也抱了 亲也亲了 什么叫还不是时候啊 等我都退好了 你腿不好 我可以自己来啊 老婆 给我拿条毛巾 现在还不是时候呢 再忍忍呗 老婆 家里没水了吗 再忍忍啊 老婆 我还没吃完 再忍忍啊 再忍忍啊 哥 你得罪嫂子了 当然的是 小儿少管 哥 嫂子对你 对我们这个家 都是真心的 你对她好一点 吃吧吃吧 吃饱了下蛋 别动像那个谁 光吃不干活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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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 一直偷偷做康复 成立医生告诉我 还有一个疗程 我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那就是还没完全好啊 快坐下休息吧 没事 我有事 老婆 我没有告诉你 你不会生气吧 我肯定生气啊 虎萧 咱们是夫妻 你有什么事 你不告诉我 你 不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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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怕告诉你了 吃不好 你会失望的 不过现在 看到你好了 特别开心 这样以后 就不会有人说 你是瘸子的老婆 不对 从今以后 你就要走向你的新生了 等等 现在是白天呢 等不了了 再忍忍 我忍不了 那个 我是第一次 我也是 那你还好吧 好的 不得了 这不是那五百财力钱吗 干嘛给我 现在你腿也好了 咱们房也圆了 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挣钱 当首富 首富 就是 万元货 万元货 四老乡亲们 欢迎光临 咱们霍氏修车铺 咱们开业前三天啊 修车五折 打气免费 要修车的抓紧 过去不后啊 太好了 以后 都会修车了 太好了 这刚娶了媳妇 修车铺又开起来了 我小可真是有本事啊 主要是啊 我老婆太有本事 啊 啊 啊 你怎么知道我会修车 郭俊告诉我的 他说你以前在部队 是修车兵 那汽车能修 自行车肯定也没问题 好你出门 还想开铺子发财 走这球 谁这么缺德啊 在这儿撒这么多钉子 那个啊 前面有家货车修车部 为了生意好 你懂的 我带你们去找他 好 这么几片男人 对我死心踏地 以后还能变成首富 这份快乐谁懂啊 你忙这么久 肯定累了吧 快休息一会吧 你们两个缺德的家伙 你说什么呢 我们就修个恩爱 怎么就缺德了 救他们 他们为了修车部有生意 中电了撒钉子 这进口的桑塔呢 二十多万一辆 扎破了轮胎 你们赔得起吗 把这铺子慢了都赔不起 一定是这家伙搞得过 你们说那钉子是我们撒的 有什么证据 全村就你们一家修车铺 不是你们 还能是谁啊 我开这个修车铺 一是 用我自己的一技之长 来养家 二是 为了方便大家 我怎么可能为了做生意 做坏事 你说这话谁信 是啊 谁信呢 我信 我信 恩人呢 我四处打听 可算是找到你了 王厂长 您说他是您的恩人 对啊 他们做好事都不留名 怎么可能为一点点小生意 却害人呢 家宝 快点跪下 叫我给你干嘛 给你干嘛 这是一万块钱 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能收下 一万块钱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 这钱我不能要 你不收下 家宝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你就收下吧 这也是王大哥的一点心意 以后咱们再找其他办法报答他 那这钱我们收下了 正好 我要开汽车修理铺 那这个钱就当做 投资 当投资 可以啊大妹子 眼界不一般的 还懂投资 我这钱就当投资入股了 再见 等一下 怎么了 这个车的化油器 针发可能卡住了 会造成频繁西火 最好换一下 怎么可能 这可是桑塔纳 零件都是国外造 怎么可能有毛病 外国人 又不是神仙 我们回城以后找师父 看一看 再见 拜拜 一万块 好事都让那瘸子赶上来 你怎么不去救王厂长的儿子 一万块有什么两回气的 我让他有命正 没命花 电视机 电视机 你怎么买电视机了 你平时说不是喜欢看电影吗 我猜你肯定喜欢 赚到第一桶金就想着给老婆还 真难认 那一万块钱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要去城里开修车铺 钱没了可以再赚 让老婆看上电视才是最重要 霍军 我把我的洋画送你 你让我看电视行不行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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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电视机啊 我这辈子还没见到过呢 大家先坐下看电视 我去做饭了 走吧 霍小的媳妇可真情分 大电视机买回来了 还记得去做饭呢 去霍小家看电视了 你根本没出息 一把年纪了 媳妇没套上啊 钱也赚不到 你看那瘸子 都买电视了 听说 她在城里 都要开车铺了 开车铺 那得看她有没有这个命 对了 家里那桶柴油 你还没有卖掉吗 没呢 你刚从生产队透来的 我一时半会儿 哪敢卖呀 老公 看这间铺子 好不好 好是好 真的要买下来吧 太贵了 还是租下来吧 咱们是做长久生意的 租不如买 三十年后 这里可是市中心 这块地平 怎么着也得起钱 好 买就买 听老婆的 就能发财 老婆 以后这里 就是我们的起点 我要一步一个脚印 登上最高处 给你最好的一切 老公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做到 来 霍老弟啊 我这人做生意 可从来不赦账 我看你是退伍军人 我才相信你的 我可把全部身家 都压在了你身上 老板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 让你亏贵 好 这一车配件 是你赦账买的 汽车成本 确实挺高的 我们钱不够 只能赦账 不过你放心 我算过 赦得下 一个月没抓过 还有一场大火 把修车布 烧得个金光 还没开张 就碰上火灾 可真够倒霉的 怎么办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你把我黑死了 回笑 喂 你有话好好说 你放心 你的账我认 不管多少钱 我都会还给你 拿什么还 烂名一条 把你老婆和弟弟卖了 你都还不起 你说话别太过分了 现在我们的损失 比你的更惨重 你们损失惨重 关我什么事 还钱 不然和你们同归一尽 给我三天时间 钱我一定还 我霍销说到做到 好 三天 三天后 没看到钱 有你好看 三天 就三天时间 咱们去哪儿 筹那么多钱啊 对不起霍销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非要买房子 没关系 买房子 是咱们俩的决定 霍老爹 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去村里面找你 说你来城里开店了 这是怎么了 受火了吗 说来话 王老板 你有什么事情 这一次啊 只有你能救我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这儿啊 是我建了全市 第一家造车厂 这造车厂的确是别一家 但以后最大的造车厂 是霍销 上次啊 你不是听声音 听出我这桑塔纳 零件有问题吗 后来请外国的专家 专门看了一下 和你说的分毫不差 我们霍销可是天才 是是是 现在是这样的 国外的专家手里啊 握着一个专利 不肯授权 他说 硬是要见你一面 这下 你肯定要帮帮我 是 中国有句古话 英雄初少年 我丈夫是修车天才 不是骗子 您会说英文 专家说了 这车他已经换上一个 有固扯的零件 如果你能听出来他毛病 并把他修好 他就免费把专利 给王厂长用 老弟 这下全扣你了 十分钟就好 这哪里是修车呀 简直就是诱人犯罪 这辆车的故障是 左前轮稳定感球头 就好了 Amazing You're really genius We have a nice corporation 我老公 我老公果然是天才 说说你高声 晚上回去再吃你 霍老弟呀 这次多困你了 对了 来我车里上班 给你开最高的工资 不想吗 技术不经理 哎 不行 霍销他想自己创业 我也很支持他 多谢王老板美意 创业好啊 男人嘛 就得有自己的志向 你这次替我省了 这么多的专利费 这点是我的心意 这可不能再推辞了 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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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磕水浴上枕头 有了王哥的这两万块钱 咱们不仅能解决欠债问题 还可以东山再起 老公 你太棒了 哥 嫂子 村里说咱们修车铺被烧了 咱家都有切不开锅了 你们没事吧 放心吧 修车铺的事情 你哥已经解决了 今晚咱们包饺子吃 走 好好地怎么犯恶心 我不会怀孕了吧 臭娘们 这回你跑不掉了吧 臭娘们 这回你跑不掉了吧 霍元宝 你这是绑架 违法犯罪上坐牢的 违法犯罪 那也得被抓住才算 看他这个样子是有备而来 我不能接动他 霍元宝 你跟霍元宝 你跟霍元宝是兄弟 这一笔写不出两个货子 大家都是亲戚 谁跟他是亲戚 我兄弟个臭瘸子 有什么好的 你愿意选他 也不愿跟我 你是眼都瘸了 霍元宝 你会好好说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霍元宝 我来了 隔着门都听见你在耍威风 诚哥 等你好久了 快看这臭娘们 长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啊 是个没人 诚哥 我先生 你先生 等咱们痛快耍完了 再拿他跟霍元宝混钱 不行 我肚子里很可能 还了霍元宝的宝宝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自己 小美儿还挺配合的嘛 直到一个人想死 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要折自己 舌头上有静脉血管 只要我足够狠血 一口眼再去 血就不想洗凤子 那你 倒是 会溅在你们身上 溅在你们脸上 我死了 你们也逃不掉 你们逼死了 不但拿不到赎金 反而背上一条人命 这辈子 只能亡命天涯 像过街老鼠一样 一旦被抓住 就是敲毙了 诚哥 这小朋友们就是嘴巴厉害 他这是吓唬我们的 别贴他呢 会吧 你跟霍销有仇 诚哥跟霍销可没闯亡 你为了给自己冲口气 竟然拉诚哥下水 不不不不 我没有 诚哥 明明就是利用诚哥 让他担着枪壁的风险 替你出气 我没有 你怎么证明你没有 对 你怎么证明 对 你怎么证明 看来这个诚哥压得住霍元宝 我得利用这一点 想个办法出来 好 我对了 诚哥 你在哪个现场 我知道毛色 机会来了 诚哥 您好威风啊 这 霍元宝这么厉害 他都害怕您呢 霍元宝算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屁都不是 诚哥 您太有男人味了 我要是早点遇见你就好了 我就不会嫁给霍元宝了 这还不简单 等霍元宝拿钱数你 我让霍元宝拖住他 你就跟我走 霍元宝那里有多少钱啊 我最清楚了 他那里啊 一共有两万块钱 这 霍元宝说 要分您多少没有啊 什么 他说霍元宝拿一万 分六千给我 他 他这个人渣 居然敢骗你啊 我有个办法 能让咱们 赚四万块钱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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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骗陈哥说是一万 像你这种不仁不义的东西 不保你保谁啊 陈哥 我错了 两万都给你 我一分钱不要 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陈哥才不会相信 小子 你不仁义在先 就别怪哥哥无情 如果你的老外得了肾病 要换肾 你身强力壮正合适 搁你一个肾 花十万块钱 破销的钱我就不要 都给你也不算亏 我的手 那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走 陈哥不要 陈哥我走了 陈哥 江世英 你这个江家的九娘们 老子非要弄死你不可 你绑架我行 我算计你就不行了 霍元宝 你就是一个黑心烂肚肠的软骨头 我弄废 你绑架我行 我算计你就不行了 霍元宝 你就是一个黑心烂肚肠的软骨头 我弄废 诚哥 这进城路上远 先喝口水吧 你 我会做什么手脚吧 你看你 你总是不相信人家 我这趟可是为了你 还冒这么大风险 要是知道 你骗我 我可不是元宝那软脚虾 到时候一定把你往死里挪 请我一下下啊 你去吧 他我看着呢 对付你 他要下药 只要你把那杯水喝下去 我的面积就要拿到 刷我 让我抓到你 我弄死你 快停下来 车怎么这么烂啊 我 我 啊 啊 啊 我 啊 我笑 别怕 我来啊 我笑 就是你们两个绑架我老婆是吗 这个 他就是这个臭娘们的男人 我笑 老子今天让你们夫妻俩 别 啊 别 啊 啊 啊 别怕 我来了 轩阳 轩阳 是我 我笑 你也想 我 我哪里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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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他们都被抓走了 没事了 来 你最喜欢吃的 水饺 算了 饿了这么久 喝点汤 为你舒服 来 老公 嗯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我 哦 应该 嗯 大概 也许 也许 可能 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 那 那我 那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你们两个害人静 今天我跟你们拼了 你们两个害人静 今天我跟你们拼了 好啊 把我儿子送去吃官司 你们在这里 吃香的喝辣的庆祝 狗男女 不得好死 二婶 元宝绑架许 犯了罪才被抓起来 你胡说 是你老婆勾引她的 上下两嘴皮子一碰 就可以造谣是吧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会员网违法犯罪是你指使 你 那这样的话 就等着坐牢吧 我 我什么我 你放屁股 快过是不是 哎 哎 二婶 太过分 小雁 怎么样 我肚子 屁 活该 医生 我把大人 胡说什么呢 医生 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啊 你别激动 你没有怀孕 啊 前报告已经出来了 你确实没有怀孕 可是 我之前 明明就感觉到想吐 而且我还肚子疼呢 那是因为啊 你有肠胃炎 我给你看点药 记得回去按时吃吧 好丢脸啊 这又什么 只要你身体健康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有惊喜要送给你 这个修车行 是王老板帮我找的 他说这里呢 离家近 到时候他的车 有什么问题 可以很快地找到 我帮他修 哇 这里好大呀 地段也好 他说这里的房租 可以免费用 但是我给拒绝了 我打算 跟他签一份协议 把他的房租 当做投资 按照比例分给他 他没读过上科学校 却有这样的格局 和商业美丽程度 难怪我以来会做到首富的位置 嫂子 你没事吧 你出事以后啊 我就去找你了 这里的话 全靠小俊撑着 他很担心你 嫂子真没白疼你 姐姐 雪莹 好久不见 你过得还好吗 文远 你看她这个样子 像是过得好的吗 原来这就是考上大学后 抛弃了江雪莹的 那个陈氏女 林文远啊 姐姐 听说你来城里了 原来是给人修车来了呀 嫁给这穷酸的修车工 自己也是一身穷酸味呢 你倒是嫁给了大学生 可是 怎么没有变得 一点点 有知识 有文化的样子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们俩还没结婚呢吧 你们这结婚流程 卡到哪一步了呀 是你 出不起嫁着 还是林文远 又借一次签 不可娶你了 我怎么了 我们今天是来修车的 这顾客 赶紧给我修 小军 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车啊 我们修不了了 你们不是有知识 有文化吗 自己去修呗 我新买的的确凉衬衫 哎 出车的 我赶时间 赶紧给我修一下 我给你加钱 不好意思啊 这个车我修不了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老婆说了错 她说修不了 那就修不了 老公 你不觉得最近很奇怪吗 哪里奇怪 我们之前明明生意很好 可是这两天突然就没人了 路过的人 还对我们都指指点点 哥 大嫂 出事了 不好了 怎么了 慢慢说 报纸上登了读者投稿 指明道姓说 我们个体户 服务意识差 还说什么 我们贤贫爱富 态度差 投稿人 李文远 竟然敢斗打一耙 偷搞污蔑我们 我这就找他算账 等一下 他们那种人 就是一贪烂你 你沾上就是一身的你 脏了自己 可是 就任由他们欺负我们啊 你别张急 我有办法 从前以后 你就要走向你的新生了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你过上好事 老公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听老婆的 总能发财 睡觉 哦 各位街坊邻居们都看着 今天我就把牌子挂在这 以后我们修车场 打气免费 两百开管购 而且只要是残疾人 不管送什么 我都是免费修 哦 好 你也太厉害了 一下子就把风平 给修整过来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我们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真心实意 就一定会被开 两百开啊 其实不费劲 而且打气没有转 才不愧 我说过 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绝不会失严 大早上不多睡会儿去哪里 我回趟娘家 等一下 好久没回娘家了 确实应该回去看看 我去给你买桃酥吧 这样待会娘家 找面子 是该买点什么带回去啊 不过不要桃酥 家里不是还有半消肥皂吗 拿石块给我带上 等我一下 我娘家那几个黑鲜乱豆腸的 桃酥可堵不住他们的嘴 大爷 沈子 玩着呢 嗯 跟你说啊 现在啊 这个香皂 在城里面可流行了 洗衣服洗得可干净了 大家拿回去赶紧试试 嗯 这香皂真香 是吧 是啊 我在城里亲戚家见过 但我自己从来没用过 现在城里面都吃惊忧 全盈你可真大方 男人舍得啊 这就是他买来 让我带回来送给各位 以后大家如果有什么要修的 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 都送到往那儿去 我男人呢 保证不收大家一分钱 你可自样 这么好的东西不往家里拿 在这里随随便便送人 我都已经送给你一个大学生女区了 你还想什么呀 你个没良心的你 没良心的是你女儿 我今天来就是找他们算账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你打呀 你打了之后我就报警 报警之后呢 我就告你 故意伤人 你 江雪莹 你这个爹剑的下等人 还有脸回来 雪莹 我知道你对我还有留恋 但是你在这里大吵大闹 只会让人看笑话 成何体统 林温远 家里没镜子吗 没镜子的话 你去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好不好 你这堆狗屎江春夜爱吃 我可是看见你就打胃口 你 江雪莹 你这个低等的下等人 足足 你抢自己姐姐的男人 偷偷地跟他睡在一起 这谁能下见得过你呀 胡说八道 我跟文远 是两情相悦 狗屁的两情相悦 我看你就是道德败坏 还没领结婚证 这肚子就起来了吧 以为我们看不见吗 是吧 是 简直不要 什么样的妈 叫出什么样的女儿 淳一啊 你慢点 小心肚子孩子呀 小心肚子孩子 水莹 你就别嘴硬 你见识过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还会看上一个修理工 李文远 今天来就是给你们一个小教训 如果以后再敢出一招害我老公 我让你们两个吃不了 兜着走 等着瞧 接下来我会让全世界都看了 我家霍销有多优秀 还得是你啊霍销 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王老板 喝水 谢谢弟妹 王老板 你这经常说霍销的技术一流 可是有句话说得好 这酒箱也怕巷子山了 我打算呢 给霍销做一波宣传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咱们这儿除了霍销这种人才啊 就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对啊 哦 对 弟妹 你有什么想法 我是第一个排队的 先修我的 我这车哪里都修不好了 就指望你了 霍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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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回事啊 哥 报纸上 整版头条报道了 你和外国专家的事 现在你是为国争光的修车神手了 是江雪莹同志吗 我是省城日报的主编 霍销的这篇稿子是你投的稿 江雪莹同志 你抓稿的能力太强了 请问你是新闻专业的吗 我当然 我平时喜欢看报纸 所以就学着新闻的格式试着写了写 那你太有天赋了 请问你有没有兴趣来报社工作 我 可是我只有初中文凭 学历不够的 英雄不问出身 你这样的人才 我们太需要好了 这样 你考虑一下 别遥远了 你去走 我支持你 可是我 雪莹 你总是无条件支持我 你说 想看到我走向成功那样子 我也一样 想让你做开心的事情 想看到 闪闪发光的你 老公 有你真好 你听眼球 落到落叶 你听得 叹息着 哇 老公 好多钱啊 你看 这饭盒都快装不下了 一共是 两万三千 两万 两万三千多少来着 光顾着跟你说话 再说一遍 一共是 两万三千 五百八十二块 加上银行存款的话 一共是 两万九千八百五十二块 老公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脑子里是装了个计算器嘛 那个老婆 我说过 赚的钱都给你 但是现在有个机会 我想 我支持你 我还没说是什么机会 老公 你有冷静的头脑 罕见的商业天赋 你大胆又不识谨慎 你就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 我支持你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相信 肯定能够成功 老婆 你真是一个知心的人 能娶到你 遇到你 我死而无憾 别别别 什么死不死的 能娶到你 这么好的老婆 我一定要活得久一点 到老婆 都这样抱着你 现在汽车零件 都是进口 又贵又难买 我打算 搭回自己的特长 找王老板合作 我们自己生产零件 等做大了 我们就自己造车 以后啊 这道路 都是我们的国产城 再也不让外国人 掐我的脖子 我这男人真了不起 霍老弟 你可太牛了 厂里生产的零件 厂里生产的零件 在国外 拿了金价 现在国外的厂家 都要来找你 订购呢 没有大哥的支持 我也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我就出了一部分的启动资金 没有你的技术 根本就生产不出这么好的产品 一会儿啊 港商来了 还得靠大哥帮我谈好价 包在我身上 帝妹呢 这么重要的场合 她怎么没来啊 她报社有事 过会儿换件衣服过来 听说 港商只会粤语和英语 边上那个 是领导特地请来的翻译 是个网东人 雷侯 雷侯啊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修车的吗 你们俩认识啊 这太好了 当然 我是她老婆的前男友 情敌 这家伙 我 带钱了没有啊 干嘛 给你个分析 四个红包啊 这个不是 何地美她 她要是下翻译 这人生意不就红了吗 小人而已 放心 我能解决 几十万的大生意 就这么红了 你没有你 你也是红颜祸水啊 林法医啊 咱们要以大局为重 您 可得帮忙啊 这 就看你们的诚意啊 给我们来一号当三啊 为我们的号租还什么 哇 这广东话感到几号啊 这是广东人吗 胡晓 你还会讲粤语啊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特意为你学的 知道你要来 英文我也会 哇 我生就生了 有生了 你给我根四个人的路 牧师 勾着人的路 那种写通过 你很浓语 sorry 我知道了 sorry 我知道了 这 这 这还是爹妹吗 真漂亮 比电影明星都漂亮 这可是那个土了八戒的 江雪莹吗 早知道 她打扮起来这么好看 这不是江春燕 江春燕的长相 哪能跟她比啊 李先生 李太太 很高兴见到你们 等一下 我们这不流行这个 握手就可以了 包子 文首里都不会 怎么又说些普通话呢 是刚刚现学的粤语 不够用的是吧 李文远 你嘴怎么还这么壮 李先生是香港 著名爱国商人 我相信 我们之间的交流 没有问题 我太太的眼光 非常不错啊 我先生这么文武商全 怎么还这么保守啊 李先生 你会说普通话 我坚信我们将来的市场 是在内地的啦 所以我跟我太太 在家里跟小孩 及经常学习一些普通话的 没错 先生这么有远见 相信我们的合作肯定愉快 你家产业后来 大部分都转到了内地 我看过他的方案 全家普通话都流利得很了 那个胡销 特地打扮他老婆 打动李先生 我感觉他不怀悔 等这单生意火了 工厂倒闭 看你们还怎么得死 我看了一晚上 都没认出来 你这个玩礼服 是灭牌子啊 这个衣服呀 它不是什么牌子的 是我自己设计的 请老师傅做的 还特意加了中国元素呢 你 你真是个天才啊 这条裙子 比国外奢侈品牌的 高级定制都要好看 How much 我买下台 可是我只做了这一条 他接受定制 对 我可以为您定制 还可以秀上您的名字 这样的话 您就可以拥有一个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定制款礼服了 这么美的玩礼服 我住五千 五千 美金 五千 美金 这裙子 是金子做的吗 我们做生意呢 讲究货真价实 这条裙子 不用那么多钱 只需要 二百 神明币 当我说的五千美金 就变成两百神明币了 这你能真处 亲爱的 你低估了你的才华呀 这么美的玩礼服 跟国外的高定相比 五千美金 已经好划算的了 我相信 以后我们中国定制的礼服 绝对不会比外国的差 也没有晨曦 我很放心啊 霍先生 我决定把我们的订单 延长五年了 每年 一百万 美元 怎么样 好不好 哎呀 五百万美元 你这辈子都撞不到 这么多钱 现在大陆 欣欣向荣 霍泰 有没有兴趣 做服装生意啊 这位李夫人 可是香港名员 跟她合作 很容易打入海外市场的 啊 现在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了 那么 对服装的要求 和质量的把控 肯定越来越高了 我确实 最近也在想着 做服装设计 我相信你的眼光 如果你要投资 服装生意的话 我来投资 那太好了 那我最近尽快 做一份 详细的方案给你 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霍先生 很有福气哦 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太太啊 没错 她是我的骄傲 你话说得好啊 一个男人怎么样 看他身边的老婆 就知道咯 那我 就高攀您 和您一样优秀了 你干嘛 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没安好心 雪莹 我了解你 你懂什么服装 你不过是 瞎猫碰上死后子 做件漂亮衣服 想做服装生意啊 可不是那么 随随便便就能承担 你废话这么多 到底想干嘛 国际品牌你知道多少 摩托椒 皮尔卡丹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我 可以教你 我好恶心的爹尾直男 我都要吐了 有病就去治 别在这里骚扰我 站住 你和你那个修车的老公 两个相伴了 那些国际品牌 你都不知道吧 我不一样 我是大学生啊 有学问 你想做服装生意 想要了解那些 国外的服装资料 少不了我帮你 这都是我听 导师和考上也不断 将军这么蠢 我笑不想他 他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其实跟你分手那么久 我一直忘不了你 你忘不了我 对不对 许盈 只有我才是跟你最配的 这样吧 你跟你那个修车的老公 分手 跟我在一起吧 知道什么叫垃圾分类吗 垃圾分类 垃圾还分类 像你这种 把我当摇钱处 还PUA我的垃圾 简直就比 真是美害的恶心 属于垃圾中的 有害垃圾 看着你我都恶心 滚 PUA PUA又是什么 小心台阶 老公 你要带我去哪啊 等一下啊 我们的新家 我们的新家 怎么样 这也太漂亮了吧 等我回去 把货具也借过来 我们一家 都住在城里 你看 这些家具 还有这些东西 都是按照你的喜好布置的 喜欢吗 喜欢 太喜欢了 我太开心了 我太开心了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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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偿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再上我吧 我可是大学生 俊阳 你一定还是爱我 对不对 老公 你怎么了 怎么又喝这么多呀 走开 我现在开到你又烦 林文远 你吃错药了吧你 说什么胡话呢 你看看家里都成什么样了 跟个猪卧一样 我怎么找到你这个没有的婆娘 我还怀着孕呢 你还让我干活 你是不是人啊你 再说 我们什么时候去理政啊 你再拖着 我就带着孩子死给你看 你别闹腾了行吗 你不怕离句笑话 我怎么为了你这个婆娘 而抛弃江雪明呢 好啊你 我说你怎么一天到晚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原来是跟老前人 搞在一起了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甩了我 你做梦 叶宝 自己不照着镜子 看看你现在什么样 谁敢娶你啊 江雪莹 你狗英我男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哎 各位美女 来来来来来 我最后再强调一次啊 大伙音乐一响起来 你们就从那上台 然后走到前面 定隔十秒 展示衣服 嗯 然后再走回来 听明白了吗 给 你已经嘱咐很多遍了 来了吧 消消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卖衣服的 能行吗 小孩子家家的 格局要打开 嗯 这种服装发布会 我只在国外见过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 霍太 你的眼光真的好超前啊 今天的发布会 肯定会非常成功 我相信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好 那今天成功之后 我回家的投资 好 你这个顶子还真不错 刚才我看到有记者来拍照 我去交报告的时候 听他们说 今天来这附近采访 特地给摄影师打个招呼 帮忙宣传一下 我的老婆 怎么这么聪明 那是 江雪音 你出来 你们都给我出去 趁我怀孕的时候 勾引我老公 丧尽天良 你们都给我走开 趁我怀孕的时候 勾引我老公 你要不要脸了 江雪音不就是 办这场实装营秀的老板娘吗 老头败坏 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敢买 霍太 这是什么情况 我向你保证 她说的不是真的 那你要赶紧解决问题 绝对不能让品牌 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江雪音 这里不是你能发疯的地方 再闹就要报警了 你报啊 正好 你让那些警察看看 你跟我老公写的信 有多乱麻多恶心 亲爱的文远 我想你想的睡不着 哎呦 真恩爱啊 江雪音啊江雪音 你可真是个恋爱呢 非手都不拔情出药管 狂话无穷啊 你够了 你跑着你发什么神经 把我脸都丢光了 快回去 你 你居然帮我这个狐狸精说话 我要跟她同归于尽 你别闹了 你给我 别闹了 林温远 你现在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 那些信 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写的 我现在和你清清白白 机会 只要霍销起了一心 跟江雪音闹离婚 江雪音 还不是得来找我 曲莹 别这样 你心里有没有我 你有数 我也有数 你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水性浪花不是好东西 等一下 我相信我老婆 你相信有什么用 我只相信证据 我就是证据 我就是江雪音的老公 我想问在场的女士 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嫁给我之后 还会去找这个前男友吗 你这是个什么意思 大家都看到我以前写的情书了吧 林维远确实是我的前男友 她旁边这个大着肚子的女 是我的亲妹妹 剪刀信的可以继续往下看 没一封信里面 都清清楚楚的写了 我给她寄了多少钱 我供着她上学 她却背着我 和我的妹妹混在一起 我却还傻乎乎的 每天省吃解用的供她手去 我有做错什么吗 没有 她和我妹妹背叛了 难道我就应该每天 以泪洗面 不应该去追求 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吗 应该 老公 谢谢你让我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和幸福 嫁给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会让你幸运一辈子的 嫂子 心都在这儿了 唉 快拿去烧了 晦气 我准备了这么久的摩托修 就这么泡套 还没有结束呢 这摩托都走了 摩托不就在这儿吗 我 不行呢 我 没关系 我陪你 这一辈子 只活这么起个瞬间 有过这样的瞬间 我想 不管以后你是不是生死 我对你的心都鼓勵 江厂长请问您 这么年轻就开了自己的服装厂 有什么秘诀要分享给大家吗 我的秘诀就是 找一个能给我的服装厂 帮我指引方向的好老师 一个能和我并接前行的好伙伴 那你的老师是哪位呢 你的伙伴又是哪位呢 我的好老师 我的好伙伴 我的好老公 火箱 原来这就是当厂长的感觉啊 张厂长 你如今功成名秀 可不能抛弃武军的 糟糕之福啊 看你表现吧 那我今晚就好好表现 帮你 哥 嫂子 王厂长出事了 什么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事情怎么样了 王厂长被设计了 他赌博输了很多些 把我们的汽车厂 还有他的厂房全抵押 什么 上辈子王厂长失去期啊 内心痛苦 根本没有沾染过赌博 想不到这辈子平平顺顺 反而遇到了这么大的祸事 难道是因为我 历史被改变了 这些事情 不能报警 我查过了 对方背景很深厚 而且抵押手续都齐全 报警也没有 薛莹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连累到我 然后破宅 我们 我 你 你 哎 虎哥 这帮是流氓 你不害怕吗 虎哥 你 别混了 破产了大不了 从头再来 有什么好怕的 我交血缘既然认定了你 就不会轻易放手 想一会儿你做梦 好 我答应 大不了 我们从头再来 嗯 有什么好怕的 我不是你 你就是货销吧 黄庆说工厂地皮是你们两个人的 这是转让合同 你签个字吗 我就把他放了 我不签 你们这是敲诈勒索 违法 违法 你知道我是谁吗 犯罪分子 张国倩你听说过吧 那可是我二伯 在这里 我就是王法 在中国 人民还是王法 哎 行 敬请不吃 吃法就是 我 走 王哥你没事吧 哎 这个箱子是我爸妈留下来的 你不能搬 走开走开 人家现在惹了大麻 张公子说了给你们点教训看 新货的如果再不签字 你们人都得搬走 别太过分了 要不过分也行 要箱子也行 给哥哥想一个呗 嘿嘿嘿 你走 他 叫你的命 狗子会给你好看的 这些不安全 送回去和乡下吧 不要 我也是男人 我也可以保护这个家 好样子 放心 我出去 相信你 开门啊 再不开门我把你家烧了 嗯 呦 你老婆 顾问敢跳 跳 把她给我玩两天 忘请你比赵 我才宽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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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 给我死里的 把她给我死里的 我二伯可是江国庆 你敢动我 她一定会把你随时外断的 打死她算我的 二伯啊 你终于来了 辛苦了 听到没有 我二伯可说了 打死你 我二伯都照着 说的是打死你 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没有你这样的侄子 二伯啊 你打我 啊 校长 不孝 我没脸见你 您别这么说 是我混得不好 没敢联系 你的腿 啊 已经好了 好 太好了 当初 你为了救我 折了一条腿 从来退伍了 又跟我断了联系 这几年 我一想起你的腿 就心里难过了 好在老天开眼 治好了你的腿 还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 总算没让我爆汗终生啊 校长 你严重了 二伯 就算她是你的兵 我可是你亲侄子 你够不着可不能往外拐 把她送盘上所去 告诉他们 该怎么查怎么查 该怎么判怎么判 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张首长要请我们吃饭 所以 你腿受伤就是因为救她啊 如果当时是别人 我也一样会救 救人是本分 可是你回来之后 即使过得不好 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真是个硬汉子 我以后也要做硬汉 你呀 以后还是要学着稍微软和一点 别什么都听你哥的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怕你以后 找不到像你嫂子这样温柔 又可爱的老婆呀 我看看 确实有可爱 有温柔 不休 还信了 介绍小巫女儿 长蓝了 坐坐坐坐 你就是救我爸的 那个霍霄吧 我爸天天说你 我都听出老简了 那我就叫你霍哥哥 好不好呀 霍哥哥 好浓的茶味 我的小雷达都冻了 蓝妹妹是吧 以后啊 霍霄就是你亲哥哥 我就是你亲嫂子 有什么事啊 直接过来找我 霍哥哥 这是可乐 味道很特别 我去深圳出差买的 特地带过来给你尝尝 可乐 好喝是好喝 但就是含糖太高了 对健康不好 小孩子家家的还是少喝点 你懂什么啊 你见过可乐吗 静瞎说 你们姑娘家家的不懂 这甜食饮料的吃太多呀 对健康不好 会得什么蛀牙 糖尿病 肝硬化 你还会得一些 不肝不尽的坏毛病 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呀 你 说得对 医生也不让我喝这些 那 你听见没有 以后你也要少喝这些 哥哥 这个是我特意给你开的 你喝不喝啊 嗯 我们家家教员 你死不让我喝这些东西 我就真不能 而且这个可乐 还是少喝点 我听嫂子的 嗯 正乖 好 不喝可乐 那我们就 吃鱼翅吧 对 吃点鱼翅 好 嫂子 你农村出生 怕是没有吃过 这么高级的东西吧 托哥哥的福 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 这鱼翅我确实没吃过 一想到 鲨鱼失去了鱼鳍 只能在大海里面漂流至死 我就吃不下去了 唉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薛瑶 你太善良了 来 咱不吃这个 吃你最喜欢吃的皇冠 嗯 我就不信 难道 我还比不过这个乡下女人 船长再见 船长再见 赵哥哥改天见 拜拜 真气热呀 哥哥都叫上 船长在我心里 就跟父亲 你呀 真是块木头 爸 我讨厌和哥哥的老婆 我看的挺好的呀 目光清澈坚定 是个好姑娘 她目光清澈 那我呢 我就不清澈了吗 你也清澈 就是啊 有点笨 你才笨呢 反正我就是讨厌她 霍哥哥那么好 根本就不该娶那个农村媳妇 霍哥哥 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饭呀 这是我一大早 起床给你做的 你快打开看看 都说要拿下一个男人的心 就要先拿下男人的胃 霍哥哥 迟早是我 呦 这不是蓝妹妹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雪阳你来了 饿了吧 快吃吧 好嘞 姐姐在乡下没吃过好的 只会做家常菜 来 霍哥哥 尝尝我做的梅香排骨 帮你一吃就喜欢 我记得这个梅香排骨 好像只有和平饭店都做的吧 那当然 这是我专门跟饭店大厨学的 这印着饭店名字的盒子 都还扔在门口 雪脸太香了吧 就算是我买的 霍哥哥 饭店做的多好吃啊 你快尝尝 不必了 那个 我就喜欢吃啊 你嫂子做的饭菜 只有她做的饭菜呢 才能温暖我的胃和心 蓝妹妹 你哥呢 不爱吃外面的野食 你这盘菜啊 看不上 老婆我回来了 这是什么阵仗啊 我们的纪念日吗 你不会啊 我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我怕你在外面吃的太好了 咽不下家里的家常便饭 所以就搞点氧气的 你喜欢吗 你也会吃醋 我一直以为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是爱的最多 最怕失去的那个 霍小同志 你这种胡思乱想 约我好人的习惯可不好 我们的婚姻 从来都是相互吸引双向奔赴的 但是 我现在想吃点别的 不行 先吃牛排 老婆 你这手艺可以啊 可以开店了 陈霞跟你玩浪漫 你在这里满脑子都是生物 真是傻 不是我认真的 我们去开家老百姓 都可以吃的姐的西餐饭 物美价廉 新鲜有趣 就一定可以 给大家一杯 这一身霍箱有了我 若是环球美食圈 也要提前开张了 好 都听你的 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署长 欢迎光临 最无知已不再去 这个张蓝的又就是个妖子 哎呀 我还没吃过西餐呢 这洋人都吃些什么东西啊 爸 你也太老土了吧 洋人爱吃牛排 爱吃意大利面 喝葡萄酒呢 哟 蓝妹妹懂得可真多呀 是 蓝莱懂得是不少 就是缺乏实战经验 她想到你这儿来实习 你 愿不愿意带带她呀 首长 您说什么呢 我是您带出来的兵 蓝莱想来实习 随时欢迎 那好 她要是任性 你就告诉我 我好收拾她 你 波哥哥 你别听我爸瞎说 我这人从来就不任性的 这哪是想实习啊 我开始来翘翔讲的 你们吃没吃过西餐啊 物质的这么土了吧唧的 谁会进来吃啊 老百姓都没吃过西餐 用不着这么多规矩 咱们餐厅主打物美价廉 食材新鲜 不玩那些虚拟 波哥哥 你过来 你是部队出身 你说规矩重不重要 这开餐厅二和当兵她不一样 我觉得你嫂子说的有道理 你既然来实习 就听你嫂子的吧 她懂得比较多 谁要跟一个乡下女人学习 我年轻好看 出身比她好一万倍 哼 堂哥 东西带了吗 哼 这可是外国物 帮你把货销搞到手 我就知道堂哥最疼我了 哼 说好了 事成之后 你负责跟货销恩恩爱 我负责打领你们的产业 知道了 坏哥哥 都打烊完还不走 今天有好几个客人反应 说我们的红酒味道不对呢 你可 为什么我的心里总觉得不安 火销不会是出事吧 嫂子 你怎么了 西餐厅打药时间多过了 你哥怎么还没回来 我有点担心 那你快去看看吧 那你写作语啊 霍哥哥 霍哥哥 你怎么了霍哥哥 老婆 对 我就是你老婆霍哥哥 老婆 对 我就是你老婆霍哥哥 老婆 你不是的 你干什么 就算我瞎了 我也能认出来你是张蓝蓝 江雪莹有什么好的 她一个乡下女人 有我年轻漂亮吗 漂亮的女人多了去 江雪莹只有一个 我只爱江雪莹 你现在需要我霍哥哥 你现在是不是浑身躁热 特别难受啊 跟我在一起吧 会让你舒服的 滚开 霍哥哥 别挣扎了 越挣扎只会越难受的 霍香 霍香 你能合身合定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允许你伤害你自己 江雪莹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和我老公一起开的餐厅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你非法给我老公下药的事情 回头再给你算证 现在我要和我老公头发清热了 你要为官吗 行 请别 这是怎么了 回事造人 你现在是万元户了 也就是霸道总裁 被吓药是老乔断的事情 霍香平是一本正经 这要是人之不亲 还挺可爱的 那我守住了 你说的难得了 嗯 守住了守住了 这是给你的奖励 我跟张首长打过电话了 让他给兰兰换个工作 嗯 那以后 还是我来管理器餐厅 你去管理器配偿 首长 不消 不消 你给我女儿做了什么 你给我女儿做了什么 今早你刚打完电话 家里的信箱就收到了这些照片 照片肯定是张兰兰头的 她可真会自早自言 啊 社长 这照片 失误 不消 兰兰说你始乱中气 要甩了她 还不相信 没想到你还真是这种人 不可能 我跟兰兰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是她给我下的药 提正如山 你还把脏水扑在她身上 我死是看透你了 社长 你 张首长 今天您既然来了 肯定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说吧 你想怎么做 不消 兰兰寻死觅活的非你不嫁 我就这一个女儿 我要你娶她 不可能 我已经和雪莹结婚了 你和雪莹离婚 娶兰兰 我会补偿你 多少补偿都不行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我都不可能和雪莹离婚 我果然没嫁错人 这么好的霍香 我不会让给任何人 张首长 张兰兰是您的女儿 霍香是您手下的兵 他们两个人谁最有可能撒谎 你应该最清楚吧 还有 这么私密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这么巧的 拍下了这张照片 而且还发到了您的信箱里 信货的 玩弄我妹妹 跟你没完 你敢对我妹妹耍流氓 我要去公安去告发你 吃枪子 差点忘了 这个年代犯流氓罪确实会被枪毙 放手 放 放 张首长 你快让你侄子放开霍香 侄子 凭霍香动手 那你是以为关心蓝了 江同志 我就这一个女儿 请你原谅 愣着干啥 咱们去公安局啊 是 怎么会这样 上辈子佛香根本没遇上这事啊 难道 是我改变了历史 信货的 今天 除非你答应娶我 父子 你死定了 我跟你再说最后一遍 我不可能和选婴离婚 更不会娶张蓝了 啊 你想死 住手 你们放开 我跟她离婚 老鹏 你说 你说什么 比起你被枪毙 去手掌千金是更好的选择 你你你 你不要我了 可是我更愿意让你活着 老鹏 老鹏 你真的是抛弃这个家 嫂子你别走 小军 以后别叫嗓子了 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 霍哥哥 你都跟霍哥哥离婚了 怎么还不走啊 这就走 给你讨我一吃 你都跟霍哥哥离婚了 你都跟霍哥哥离婚了 怎么还不走啊 这里我要摆装真皮沙发 还有这餐桌我要换新的 不用这么办 温瑪我就要 霍俊等等 这可是外国巧克力可好吃了 你要是叫我一生嫂子 这个巧克力就送给你 我的嫂子只有江雪姨 你 敢动我弟弟试试你 长嫂如母 他不敬我 就是不敬你这个大哥 我一个大哥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护不住 有什么可敬 跟我走 听说雪姨被霍修了 霍修现在成了万元户 怎么能看上她呢 这不是我飞黄腾达的姐姐吗 怎么想着回娘家啊 我离婚了 回来这儿了 江雪莹 你不是狂得很吗 怎么 变成破鞋就想回来了 我告诉你 你就想回来 就是见面一条 根本就没有男人想要你 行了少说两句 她到底是你姐姐 想出去啊 丢江家的人 把这衣服洗了 你个离了婚的女人 别想在家里吃闲饭 你疯了这丫头 妈 把她赶走 不用赶 自己死 听说上海纺织场 樱花被套很好看 我们也去买一套吧 随便 我 你什么都随便 你跟那个乡下女人 在一起的时候 倒是热情的很 霍修 你什么意思 你想跟她就情复燃是吧 你 Nevada 云下女人 我能看到她 乃绍 你是吓唬我的对不对 你快醒过来啊 我再也不对你发脾气了 她现在发着高烧的 哪要营重任 火销现在是我老公 你算哪根葱啊 在这里指手画脚 滚 我好歹是他前妻 你现在还没跟他办婚礼 就是一个外人 你 医生 我男朋友究竟得了什么病啊 燕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暂时我不能确定 他都病成这样了 你们除了燕血 不会别的吗 这年头医生可真好当啊 冰家属 请你冷静一点 冷静什么 告诉你 我可是张首长的女儿 你们治不好我未婚夫 我派人拆了你们家医院 够了 医生他是最希望治好病人的 别在这里胡讲蛮缠 谁胡讲蛮缠 有本事 你去查清楚 他得什么病啊 你 我记得八十年才爆发过假肝疫情 难道 医生 火销有没有可能得了假肝 有可能的 我去查一下 你躲什么 他还没确诊呢 医生说了 他脸色发黄 这状很像啊 老婆 你醒了 病人的确得了假肝 好好的你 怎么会得假肝 你最近有没有接触假肝病人 或者其他污染源呢 我没有接触过假肝病人 我只是 想开辟新的菜系 他们都喜欢吃毛痕 我就是吃了一下 毛肝是假肝病毒的污染源 这一定就是你得病的原因 医生 听说这病传染性 很强啊 死亡率也会很高的 所以病人要好好休息 好好地照料他 你们俩 谁是他的爱人 是他 怎么把这么大的事情都忘了 没有提醒火销注意 你放心吧 这病只要好好休养 死不了人的 我照顾你 火销 我居然想在这 火销 我是你老婆 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的 明明上辈子 火销没得过这种病 难道我的穿越 真的是一场错 你哥病了 我要去照顾他 为了以防万一 这是家里所有存折的密码 我现在把它给你 我哥病得严重吗 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不管以后你哥怎么样 我都是你嫂子 多吃点 你这个病就是要补充营养的 你来干什么 火销 我要跟别人结婚了 你跟谁结婚 跟我都没有关系 没必要来通知 那可不行 我的结婚对象 是很挑剔的 我要你在这张纸上签字 证明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 从来没有订过婚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张兰兰 你也太欺负人了 到处你要嫁给霍霄 你就逼我跟他离婚 现在你要嫁给别人了 就要立自居撇清关系 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别说了 抱歉 好吧 对 出什么院呢 病还没好呢 快躺 其实 我是装的 我根本没病啊 你看 医生 能不能抱个抱 跟他们说 我到底是假干 可是 这不符合医院的规定 可是只有这样 我才能挽回我老婆 医生 求求你帮帮我 我想 你骗张兰兰也就算了 你连我都拦着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担心你 老婆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怕露出破绽 前功尽弃 那我就一辈子 也摆脱不了他了 你愿意看我娶她 坏人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愿意做坏人 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 我简直度日如你 我每分每秒都在想 我也是 亲爱的莫在说你 我永远不分离 小军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哥你都病好了 不但好了 还把你嫂子给带回来了 来 我们一家人经历了这么多 终于团团圆圆在一起了 干杯 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光奔 干杯 干杯 抬动 开吃 来 老婆 你这段时间照顾 都累瘦了 来 小军 怎么了 我想吐 怎么回事 这次都这么厉害 我会是怀孕了 我感觉和上次一样 肯定又是肠胃炎 不行 去医院查一下 这样才放心 恭喜你啊 江同志 你怀孕了 我真怀孕了 当然是真的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也要当叔叔了 以后我就是大人了 在你身边路虽远 未疲倦 伴你万幸一段 切一段 月过高峰 我刚才会讨论